各位父老乡亲们 大家过年好 安徽的大吉啊 真是热闹 年味十足 在这约好了 等老张 这老张人哪 老张 来了 安徽的大吉啊 大家过年好 咱俩约得几点 你怎么才来啊 你这叫啥话呀 你这哭出来赶大吉 我这压我 不得搭搭搭搭吗 搭搭那倒挺立着 这件羽绒服 不是去年你女儿 和你女婿 给你买的件吗 对啊 要说人家这女儿 和女婿啊 就是孝顺 买件羽绒服 花一百多 我这女儿和女婿 就不行 买件羽绒服 花一万多 老婆你啥意思啊 这咱们这穿着不舒服啊 咱俩换我来 来来来 别别换了 那你不吃亏了吗 我愿意吃亏 你脱了脱了 别再 sat 别摸脏了 你女儿和女婿呢 我咋的 我跟你啥关系啊 不是没跟我 那个are you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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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媳妇啊 咱们安徽的父老乡亲 真是太热情了 你看我们娘家人 多热情 哎呀 哈哈 大家今天这么开心 这么热情 哎呀 也是一手 那你讲两句吧 我说啥呀 你作为安徽的女婿 你得讲两句 啊 好 啊 好 那么此情此境我要 李师傅 安娜 这是我媳妇啊 这个我是东北的人 我是安徽的姑娘 啊 东北 安徽 哎有了 啊 安徽 东北情一常 这里有我的岳父 还有我的丈母娘 人人脸上喜洋洋 安徽明天更辉煌 这时速太好了 哈哈 爸 新年快乐 挺好的你 哎 这么多年就没洗过 哈哈哈哈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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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给你买两瓶酒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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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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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年好 你看这多奇艺 孩子回来了 哈哈 张叔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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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这不还有一样吗 爸 今年送你一块表 哎呀 是我的表啊 这表是不是又得一万多呀 花一万二 爸 我还有一首祝福语 哎呀 还有祝福语 当着你张叔的面 跟他说说出来 送给爸爸一块表 祝你开心每一秒 一年四季没烦恼 我永远是你的小棉袄 哎呀 哎呀小棉袄太好了 哎呀 哎呀他张叔你听不听着我 听着 哎 我干嘛 哎 在我面前做事属于是 班门弄斧以卵及时 你啥意思啊 我回来 你能行吗你 放音嘛 你整车去你 看嘛 送给岳父 两瓶酒 喝完岳父 横着走 虽然岳父有点丑 你永远是我的好朋友 哎呀 你赛一遍你吧 你啥啊 哎呀小棉这吃座的很好啊 你哪跑啊你啥 倒饭点了 回家吃饭 哎呦我天哪这表啊 爸行不行啊这表 太好了这表 还还有酒 那个 来来来来 我告诉你啊 过年你俩就别回去了 你有那孝顺的心 你给我转一百块钱 我自己去买点啥 我买点啥 为啥呀 为啥 你看不出来吗 你瞧你 你瞧你高速那个劲儿 真的给我显得点 天天跟我来比啊 哎呀 我这女儿女婿啊 给我买个羽绒服 一万多 哎呀你的女儿和女婿啊 给你买个羽绒服 一百多一百多 你看我这脸我哪搁 不是 爸 咱做人呐 咱不能攀比 是不是啊 一万多的羽绒服 不是咱买不起 而是一百多的羽绒服 一百多的羽绒服 一百多的羽绒服 一百多的 你拉的 我把性价比啥 他过去才蹭蹭蹭的 一万多穿毛 羽绒服我这穿毛 他是正常的 没毛病 什么是没毛病啊 什么叫没毛病 来来来 你们看看来来 我今天我要好好让你看看 这怎么叫没毛病 这是有毛病 我这衣服这一脱 我以为我自己是个鸟子 爸啊 你别着急 等这毛多端出来 你容易飞起来 你给我晒一点去 过年别回来咯 我给你们丢不起这个脸 爸 爸 哎媳妇 信不信 咱爸 有朝一日一定能飞起来 你可拉倒了 爸 哎呀 各位不拉乡亲们 又给大家拜年了 这一会儿啊 2024年了 去年呢 我刺激老张一下 我开心一年 今年呢 我还得刺激他 老张啊 老张 我发现你是不是没事写的 你闹闹给我门口叫我什么玩意呢 你快点来来来来 干什么玩意呢 哎 我让你猜猜啊 你猜猜 今年我女儿女婿又能给我买一万多的傻 拆不着 哎 你女儿女婿啥时候回来呀 今天不回来 那咋还不回来了呢 关你啥关系啊 啊 我女儿女婿马上就回来了 爸 跟我又啥 哎呀 爸 哎 爸 快年好 快年好 还是那么整齐 哎呀 这又是给我买的啥呀这个 今年给你买的呀 按摩椅 哎呦 按摩椅 没事就做那按摩按摩 好 舒筋活血 延年益少 哎呦 太好了 哎呀 那个这个按摩椅是不是又得一万多呀 嗯 花一万八 你大点声花多少钱 花一万八 你没吃饭吗 大大声 张叔 我花一万八 我听了啦 我儿子也不聋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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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假的事 关键是啊 两个孩子孝顺 但是呢 孝顺也得有这个实力 你姑爷呢 就有这个实力 但是呢 实力 有限 你必要说没有用 你看 你已经快上开了 服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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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来运转 发了财 我还是那个 大男孩 今天提了一台 大江淮 我岳父从此 站起来 就是疯吗 不是你干啥呢 你干啥呢 不是 我听说什么 跟他说什么 你给我整个什么 大江淮 啥意思 我给你提台车 什么呢 提台车 真的呀 那还能讲 真的你大点声 我跟你提台车 没吃饭呢 听不着 我跟你提台车 大点声你告诉我 听不着耳朵不好使 你大个王 我给你提台车 我给你提台车呀 我给我老张 是提台车 听不听着 我给我老张 是提台车呀 提台大江淮 提台车 行了 你把他那儿放去吧 看啥呀 不是老张 你俩可真行啊 为了要面子 让你姑爷子租台车呀 这 这话说得很肤浅 我跟你说 你把他那儿放去 去年的姑爷 不是今年的姑爷 对 放去 今年的老丈人 也不是去年的老丈人 今年的老丈人 是一个有车的老丈人 扎起来了 小峰啊 我还不知道你的实力吗 这不就是给你租的车吗 绿本看一看 谁的名 张小伟 真是差的呀 是我 还差 你俩看看人家 老包啊 这个呢 我这孩子呀 他有着实力 也非常孝顺 这你这女婿呢 他也有实力 但是实力有限的 老张啊 我求求你了 你快把车退了吧 我受不了了 我买台车 你咋受不了的 你没有驾驶证 你开不了 我考 爸 你要是考驾照的话 你得注意自己个科目 尤其是那个科目三 太气人了 爸 你别生气 我也给你跳科目三 你你你跳啥跳啊 你有车吗 没有 回家 老包 干啥 我也会跳科目三 走 爸 哎 老包我没事来啊 你等一下 开车留你豆粉 哎呀 这粗气都顺了 哎呀 杨梅吐气了 哎呀 还疯啊 哎呀我的妈呀 你太靠哥们 你太靠哥们意思了 哈哈哈哈 鼻子 哎呀妈 这么多年 我就没干过你高速 今天呢 这下 终于你让我长脸了 哎呀 让我分身了 哎呀 爸 心里这个痛快 痛快吗 痛快 行了 你把东西收拾收拾 把车给送回去吧 啊 啊 啊 我哪儿送啊 你给哪儿租的就给哪儿送呗 这 这车不是租的呀 不租的 给 给哪儿来着 我在三三三 三四天提的呗 谁提的 给啥提的 废话的是钱提的呗 钱给哪儿来着 银行 你抢银行啊 什么抢银行 那钱给哪儿来着啊 我从银行提出来的 提哪儿了 提我卡上了 你你你卡的钱给哪儿来着 卖房子钱呐 房子卖的 对呀 那我我女儿能同意吗 她当然不同意了 啊 不同意的你啊 离了啊 你跟我女儿离了啊 我告诉你 媳妇可以换 老丈人就得一个 哎呀 对不对 对 肖小峰你是疯了啊 你说你说的那句话 我是跟你激眼 还是不激眼哪啊 你跟我女儿 你你俩离了 离了 我给我女儿打电话 这是什么玩意啊啊 这咋还关机了呢 手机没有电了呗 那不会充电呐 房子都卖了 啥整电去啊 苏小峰你是确实疯了 那我女儿现在咋样啊 你女儿现在住的相当好了 是吗 你以后之后幸福了 住在那个 卢虎小区那边 啊 卢虎小区 哎呀 相当好了 呃 四面环山呢 呃 白天有鸟儿陪伴 晚上有鱼儿陪伴 这就有一点不好 哪不好 他那扰民 扰民 就是旁上边老有车跑 你妈呀 你们的楼底还跑跑车呀 是 那是哪个小区啊 五湖长江大小区 对 我咋没听过这个名呢 桥下就是我们家嘛 哎呦你妈中桥洞的了你们哪 宋小峰啊宋小峰啊 我跟你说心里话 就想当年我女儿要嫁给你的时候 我就说死我不同意 我说死我不同意呀 我跟你妈呀 你还生啥气呀你呀 想当年我跟女儿俩结婚的时候 你死活不同意 结完婚议后 你女儿原形毕露 对我呀 是特别刻薄 太不懂事了 直到今天我才明白 当初你不同意 你是为我好啊你呀 你我塞一遍起吧 宋小峰啊 你说这话 我根本就爸爸给你两个大嘴巴的 什么玩意我女儿不讲理呀 爸 你女儿听不懂话 她怎么听不懂话 爸 你给我评评理啊 啥事 我呢 开车去洗车 你女儿说 哎呀 你看 洗车那个地方 离咱家就一百多米 你开车 多费油啊 走着去 多好啊 我来吵架了 你跟她吵啥呀 我女儿说的对呀 她没毛病啊 不是 你是不是没听明白呀 咋没听明白呀 我 开车去洗车 你女儿说 哎呀 你看 洗车那个地方 离咱家就一百多米 你开车多费油啊 走着去多好啊 我来就吵架了 对呀 我女儿说的她没毛病啊 不是你 我再慢点说啊 你说啊 我慢点啊 我开车去洗车 洗车知道吗 知道 就知道 洗车就是 喷水 就吃吃吃吃 喷泡沫呢 喷泡沫呢 是 泡沫呢 我再说一遍 我就最好在人家一遍 我开车去洗车 我开车去洗车 吃吃吃吃吃吃吃 把人喷泡沫 喷泡沫 你不洗了 哪里洗不洗 你洗不洗 你弄我操是吧 我女儿本来 你俩怎么还吵起来了 我在车都坐不住了 不是 女儿这多酱啊 这事本来就怨她 不怨你的事 就过来降 就洗车 对了 女儿快过来来 你说你跟我爸喊啥呀 不是 女儿我想问你个事 这怎么呢 你们俩离婚了 没有 晓风跟你开玩笑的 我们呀 就是想给你个惊喜 啥惊喜呀 事情是这样的 这不去年 我俩开了个快递站吗 没想到生意还挺好 这年底一算呀 剩了不少呢 挣钱了 小风说了 那咱必须得给咱爸买辆车 咱爸这辈子就喜欢车 真的 惊喜不 太惊喜了 风啊 爸错怪你了 这个车 来来来 你去把这车牌子给我拍下来 就这款 我要个顶配 爸 那我来压力有点大 贷款 糟糕啊 孩子过来来 你干啥去吃啊 你怎么能给儿女们 这么大的压力吗 还要为了攀比还贷款 干啥呀 其实没啥事 我也想过 老高咱俩身上都有毛病 都有责任 其实孩子在外面打拼不容易 没啥事回来看看咱 那买多买少豆正常 也有那份孝心 其实我们啥是幸福啊 孩子没啥事回来陪陪咱们 一起过个年 那多幸福的事啊 以后咱老哥俩呀 就比老攀比了 光光乐乐乐多好 老张说这个对呀 你说咱俩比了一辈子了 最终有什么意义呀 对呀 孩子们呢 每年回来看看咱们 就是最大的幸福 那可不 正好孩子们都回来了 上我家吃饭点 跟我样子 经常我做 高叔 你别走 你给我评个礼啊 你能不能听明白话 能啊 我慢点说 说吧 说 我开车去洗车 我媳妇说 你看 洗车那个地方 离当家就一百多米 你开车多废油啊 走着去多好啊 我俩就吵了一架 你说 怨我俩谁 怨你呀 那为啥呀 废油 你给拉倒 妹子 老板你就说啊 我开车去洗车 废油 废油 不是啊 大家都看明白了啊 看那么天了 你们给我评评理啊 我呀 废油 你看啥 你看啥啊 废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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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 始发你来 开车走着 开车 废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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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废油